大家好,我是光头机电 我到了遥控风扇 主板上面的青刷按钮坏掉了 遥控机上面的呢 这个青刷按钮也坏掉了 我手头呢没有这种型套的按钮 所以我在网上告我了三种 在实体店买的话别贵 我等了一天,回来了啊 我买了三种 这种 这种 三种啊 其中两种呢,这是这上面用的 还有一种是备用的 我和大家讲啊 这种青刷按钮买的时候大家一定注意 它有好动作型号 包括它的高度 以及它的长框 都是有规定的 大家买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根据你的电路板上面的这个尺寸就够买 你只要量它的长框和高就行 这里有六个字 我从这个遥控板上面拆下来的 它的长框都是六 高的,5.5的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要量准 来 六 框也是六 高的 是量它从这下面呢 量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这个按钮的顶部的高度 它是整体的高度 像我这个是5.5的 容器上面的 这主板上的这个呢 明显就高一些 这个是6.5的 这是它尺寸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呢 大家注意啊 这种青春 它有两个脚 它是通的 有两个脚呢 是按下去才通的 我们从正面看的话 它是一个正方形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从背面看的话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像这边 都这边好像宽一些 这边都这边窄一些 因为它的脚啊 是装这边的 所以大家注意 它这两个脚呢 这两个脚和这两个脚是通的 这两个脚呢 就是它的开关 这是通的 来 这两个脚是通的 这两个脚呢 是我们按下去 它才通 对不对 我们先把它一个一个上上去 按方向上好 有些朋友的意思呢 像这种 按钮啊 它第一次把它这个拆开 然后把里面用高木的刹子 把它打磨一下 它是还可以用 这个我建议大家去这样操作啊 接下来我们把这三个卸下来吧 啊 本来有四个的 我昨天拆了一个 然后再把好的按钮装回去 补上啊 就可以了 先试一下机吧 好吧 要空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非常好 先把它装起来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